哈喽,大家好,有朋友留言想看一看我们的枣树 那么想谈一,我今天呢就借此这个机会呢 给我们谈,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这个枣树 那个这个枣树呢,大概长成这么大 已经有了十七八岁了吧,这棵树已经有了十七岁了 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买的这棵枣树 那么这个枣树最早的时候呢,大概就像 这么一个很细很细的,就像这个树干一样 对,就像这个树干一样,很细的一根 然后我们把它种在一个就是那个柠檬树里边 后来呢,它就长一长,越长越高 然后我们觉得这棵树呢,很好 然后我们就找了我们这个后院里边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可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泥地的这个 最好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这儿是最见阳光最通风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我外父最喜欢的一个树 中国的这个大红枣 所以说特别喜欢这棵大树 而且这个这个枣的枣都特别大 所以说呢,我们就像重点保护的对象 然后我们就把它找来找去 最后就找到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用这个水泥地 在这个水泥地,我们用一个锤子 就是用那个大锤 然后用签子 这样一点点的,我们就啄出来了一个洞 就啄了这么一个洞 那么啄了这个洞以后呢 然后我们不挖土 挖土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挖了以后 底下基本上都是沙土地 然后我们挖了以后 然后也放了一些沙子 因为我们这个枣树 怕它这个通风有问题 然后呢,又放了一些肥料和土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就移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看,现在它已经长得很大,很粗了 你看我的手基本上都是都拦不过来 就已经很粗很粗了 这棵枣树 就是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枣树呢,它比较好 就是说什么呢 它这个枣树呢,就是也不大用管它 然后它就也不用 你看看它的这个树枝子上面 净刺儿,净枝子 开花结果以后每天都要浇水 对,对 然后呢,就是说它呢 是最晚一个开花 你看别的树已经都出发芽了 别的树都已经发芽了 然后这棵树或者 这棵树到目前还没有一点动静 你看看吗 还没有出芽来 但是就是说它出的最晚 然后就很快的就 出了,出叶就开花 然后开花就结了很多果 而且吃枣的时间特别长 从只要有一点红就可以开始生吃 对 能吃好很长很长时间 对对 就是它这个枣树结的也特别多 而且就是不停 对 你能吃好几个月 就是从开始出枣 你就可以吃 一边吃生的 然后最后吃不完的 把它打下来 然后去做这个晒枣 那么我们你看这一棵树就这么好 然后它摘了以后 它抗病性也很强 抗病性也很强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晒衣服 你看我弄了这样的一个 就像书架子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以这个衣服称子 都可以挂在这 然后就可以挂衣服 我们可以晒衣服 所以说我们又可以晒衣服 所以这样 挺好 这棵树呢 它这个 就是开花 这个 就是每年这个叶子出的最晚 开花也开的最晚 但是它开了花 出了叶就开花 开花就结果 所以说呢 就很 很长时间都是有果 然后呢 天气一稍微一冷 秋天呢 它就赶快叶子就全都掉了 它的叶子掉的也最早 就满树都是早 非常好 它最主要的 而且种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大用什么营养 也没有用肥料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们主要的是就是它需要水 知道吧 就是烙枣烙枣 就是说水分比较多 需要水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呢 我们有一个灌溉系统 灌溉系统呢 那么我这就有一个 一个喷水的东西 到时候呢 就是每天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停了 因为它冬天的时候 不需要喷水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等 等它只要一开花 一结果 有果了 你要赶快上水 然后我们就打开 我们的喷水系统 这样的话 它到时候每天都给它浇水 这样的话浇的就 这接的果就很多很多 基本上就是吃不完 很多 就是这样 这么一个好的一棵树 非常好 到时候 这个枣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杆子 底下放上布 然后用个杆子 然后就这样敲 看哪有以后就敲 敲敲敲 那些枣就击了花了 就像下雨一样 都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 到时候我们把它再 收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打枣 当然不能找这样的树 是不用去用手摘的 都是用杆子打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不用去害怕它长高了 长高了也没关系的 你拿个杆子到处打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树 非常好 这棵树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呢 就是在Nursery 我们这个城市 有一个叫Riggin Nursery 在比较大的一个Nursery 就是植物园嘛 它卖树的地方 所以它那里边就有这个 叫做中国Chinese State 就是中国大灶 大红灶 就从它那里买的 买以后 然后好像买以后 第三年就开始猛接 就是一直就接得很好 而估计有些地方可能不好买 但是比如说中国人 华裔或者是这个亚洲人 比较多的地方 那么就可以大概就有卖的 这个Nursery一般有卖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您这个Nursery 如果要是它没有这个大灶的话 你可以告诉你您这个Nursery 你说我需要有这么一个灶树 Chinese State 你能帮着我灶吗 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会跟你联系 或者是在网上 或者是找Grower 就是种植的人 然后他们会联系 然后他会跟你买 这也是个窍门 就是说你的Nursery 如果没有 你可以给它说一说 给它要求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会帮着你去找 找了以后到时候 他们弄到你的那个地方去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了 这个枣树呢 有一个种植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这个枣树的种植呢 它不一定是 非得要 就是非常暖和的地方 因为它实际上 它需要一定的chili hour 也就是说 它需要一定的这个冷 知道吧 大概是700 700个零下 零度左右的这种温度 所以说呢 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种 都可以种的 所以说呢 这个枣树 种起来是很好的 而且这个 接的也很好 也不用take care too much 就是不会 不用花费很多的精力 来take care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 浏览本频道 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